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原水害黄灾 北方会心平平 西边又连连闹地震 南方又连日无雨 颗粒无收 如果真的这样下去的话 朕就真的打算不当这个皇上了 当和尚去 陛下之德 就连周成 康二王和汉文景二帝也难以相比 韩公公 你就别再挖苦朕了 朕怎么可能跟两位先贤相比 老奴不敢 皇上 老奴居居属实 自皇上登基以来 勤政爱民 势必轻功 朝廷兴盛 没有战乱发生 皇上安抚百姓实施阵计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 皇上就堪比 姚舜一样的君主啊 以父皇留下这个烂摊子来说 皇兄 你能撑到今天就很了不起了 天灾人祸 也不是你说了算 别把所有罪过都摊在自己身上 再说了 百姓自有百姓福 传道桥头 自然值嘛 皇兄 我还有点事 先走一步了 赶紧再去吧 竟然有这么嚣张跋扈的弟弟 一看就知道是诚心谋朝篡位之辈 难怪皇上决心整顿朝纲 王爷 韩公公到了 有请 是 王爷饿昏了吧 大家就知道王爷刚才一定吃不惯 回来一定要大吃一顿 可不是嘛 那些东西 连我们家狗都不吃 当皇帝当到他这个范儿上 不如死了算了 来 来 倒酒 是 请 王爷请 好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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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风之急 千杯少 今天我们要喝个痛快 再到 哎 不急 等王爷完成丰功伟业 号令天下之时 咱们再喝个痛快 这是早晚的事 八王爷 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皇上身边多了一个侍卫 侍卫 我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我看他侍卫干什么 那是个女人 女人 嘿嘿 女人我是不会看走眼的 他女扮男装 八王爷当然没有注意了 哼 这肯定长得不怎么样 八王爷 请恕老奴多嘴 皇上今天说老天再不下雨 他就要退下皇位 这句是故意说给你听的 目的就是想看看王爷你的反应 我今天啊 差点没大声叫好 哎 我的表情还行吧 我想 皇上已经对你有防备之心 可能随时会有动作 八王爷 你还是小心为上 以免功亏一篑 哎 你安排的怎么样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哈哈哈哈 东风马上就要到了 哦 我的心肝宝贝已经带着他的秘密武器在回来的路上了 老契 你多久没回去了 哎呀 说起来二十多年了 这么久了 啊 那长安城可能早就面目全非了吧 世间万物 万物都会变的 就是劳房永远都不会变的 来 干了 哎 韩子宽 你说只要拿到皇上的玉玺 就大局已定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但是有了皇上的玉玺 咱们就事处有名 皇上您放心 一切都掌控在奴才手中 您就安心的吃喝玩乐吧 哎呀 正合正义 正合正义啊 来 喝 啊 对了 上官姑娘 你爹关在哪个监牢啊 呃 大理寺的那个 哦 那你有福气了 大理寺那个监狱啊 老莫就熟悉了 对呀 所有的陷阱都是老莫设计的 怎么样 这次肯定万无一失 燕儿 这下你放心了吧 哼 老姐 还有多远 还有多远啊 天黑之前肯定能到 那静静 抓紧 开空 哎 你们谁先来 爱公子先吧 我 苏城里啊 没人认识我 不用易容了吧 老莫 你曾经位高权重 好想认识你的人一定很多 哎呀 我最怕这个 我跟你说我最后 我最后一个 要不上官姑娘你先坐吧 我 也对 燕儿 你上次失手一次 苏城里认识你的人一定很多 还是你先坐吧 到底要做什么 易容 容 天天沾着这个 早晚变成画面貌 真受罪 丹丹 师哥 坏了 这是皇上赐给你的 他自己吃素 反而赐我大鱼大肉 是啊 可见皇上对你的厚爱 我们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嗯 今天要不是皇上拦着我 我肯定把那霸王爷给杜了 霸王爷那副德行 完全没把皇上放在眼里 我真替皇上布置 我真替皇上布置 其实你不知道啊 最坏的不是巴王爷 而是皇上身边那个 你说那个太监 其实我也纳闷 只不过是个宦官 怎能如此位积仁臣呢 你不知道 在皇上当年登基的时候 皇上还年少 是韩公公和这帮宦官 用力皇上登基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把皇上 放在眼里 经常出言不逊 大呼小叫 皇上早就对他们恨之入骨 又想除掉韩公公的心思 可这事让韩公公发现了 于是他就攻击巴王爷 想推翻皇上 篡权独位 虽然我跟皇上 时间也不是很长 但是我真真切切地了解 皇上是一个 真正爱民 爱国的好皇帝 虽然我听得不太懂 但是我也感觉到 皇上是个好皇帝 但当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心里很高兴 来 干杯 其实 我不太喜欢喝酒 喻 丹丹 上次我送给你的那块讲牌 还有吗 我一直戴在身边 就想还给你 老是旺 给你 这奖牌你还是留着吧 就当做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好吗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一直都是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 真没想到 自从跟你重逢之后 你的那份勇敢 机智 善良 和正气感 深深地打动了我 特别是你那份高尚的母爱 更让我感动 你就是我孟卫龙这辈子要的女人 等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完完之后 我一定要奏请皇上 求她 让我们俩成亲 从今往后 咱俩一起为皇上 保家为活 出生入死 永不分离 好不好 朝廷 朝廷水深火热 皇上前都未卜 我们还是一起 辅助平定内乱 等天下安宁下来 再说吧 没有国 哪有家 这不是你说的吗 是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的很开心 我孟卫龙没看错你 值得为你付出一切 本来孟卫以求的话 怎么今天听起来 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客官 长安城到了 请回下车吧 好 老沫 你也算得太准了 果然天黑之前就到了 当然 老沫在这城里头 留下过多少根脚 这一草一木 动鲁鼠扎针 嗯 哎 公子 我们是先头战呢 还是指导黄龙 我想还是先 先头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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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吹靖靖啊 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我领怎么了 啊 啊 喂 你把我领化成什么样了 镜子 镜子给我看看 没事没事 没事 只要让人认不出来就行了 不是吗 对对对 安全最重要 对对对 镜儿 这次委屈你了啊 哎 什么话 我不是更委屈 我 是是是 大家辛苦了 去成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们的 这还差不多 接下来等会去哪里 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吧 所有的行动 都要准备好了才行 哎 对了 小宝 小宝 一会儿 你要赶紧跟我勘查勘查周围的情况 吴老 哈哈哈哈 那我们先头战吧 老头子 哎呦我扶你 坐一抱 他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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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墙的后面就是大理寺的监狱 这里面守卫很森业 我都能进去 对你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你被抓住了 那是因为 我突然看到我爹心里很难过 所以哭出了声音 你对我爹没什么感情 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更何况 我会给你一张地图 只要你顺着地图走 就能找到我爹的准确位置 那我什么时候行动 你先回客栈 我出去打探一下情况 等我回去 我们再从想记忆 嗯 你 该死 放话成这个样子 好久没吃长安的美食 真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这里是韩元殿 这里是大明宫 这里是新庆宫 神武殿在这里 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太极宫 太极宫周围有十个城门 其中这个城门直接通往东宫 我觉得爱公子从这进东宫最合适了 嗯 我觉得叶庭宫是宫女出入的地方 可能平时没有什么人 可要这么走就会让很多路 爱公子轻功盖世 你不用担心他 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用担心 担心自己会儿没东西吃 粥子饿了睡不着 老金也没能吃了 我们再给爱公子画图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都吃光了 你 吃我 我叫了你们好几回 你们都不理我 什么呢 我们这这这谈正事 你 就是啊 爱公子啊 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帮他画什么地图 他自己就能出入自如 哎 他有我们熟吗 我大死都不相信 你们见过皇上的书房没有 没有 没有 他去过 他去过 张军夏被抓 就是他向皇上告密的 那他找我们来干嘛 对啊 演台戏呗 谢谢大家关系 不过 我需要的确实 不是皇宫地图 那你需要什么呀 监狱里的设计图证 我可以给你搞搞到一份 我需要 多一条命来赶 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你儿子呢 不管了 狄生还有他娘 孟威龙虽然是个傻蛋 但这个人 还算是个正人君子 狄生跟着他们成长 将来最少是个守法的人 你还是把命留给你儿子吧 我替你去 不用了 我欠燕儿的 必须我自己还 那我跟你一块去 我习惯了毒来毒往 人多我心里更没底 这个女人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反正很快就会有答案来 宝贝怎么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王爷放心 夫人冰雪松明 七点过人 不会收拾她 王爷 夫人有消息了 人呢 人不见了 不过来了这张字条 我验证了 是夫人的笔迹 明日晨时 尘埃落定 这 恭喜王爷 上面说 夫人已经找到那件秘密武器了 哎呀 果然不负我所望啊 看来 我登基再望了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我要当皇上 我要当皇上了 我打听到了 大理寺准备先斩后奏 明日先秘密处决我爹 所以 咱们要在明日晨时出动 那更好 我也不想夜长梦多 那上官姑娘有什么具体的安排没有 我还大听到了一些事情 都城里来了一些使节 皇上决定明天许行一个特别的庆典 所以这个时候 城墙的守卫比较少 都掉到皇宫里去了 守卫不像平时那么森严 所以我想 明天让小宝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他一个人去 那怎么行啊 对啊 那我们不是白来一趟了 对啊 他怎么也没有我们对皇宫书啊 就是他们都可以不去 我不能不去 因为监狱是我的地头 没错啊 大家的好意 燕儿心领了 只是我觉得 咱们这么多人 反而没有小宝一个人去 来的利索 别争了 就听燕儿的吧 对对 不就结个人吗 不用大惊小怪的 我们必须相信艾公子和上官姑娘的能力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宝 咱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好 老金 嗯 他们这演的是哪出啊 你说这艾公子又不是只猫 它又没有九条命 它一个人去能行吗 放心吧 艾公子 心里有数的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上官燕儿不怎么靠谱 你说呢 金大哥 既然已经如此了 我们何不到宫中找那些个老人去打个招呼呢 对啊 里应外合 老孟 这次算你最清醒 好 这个就是大理寺的地图 你看 监狱就在扁门边上 你确定你爹被关在里面 当然 可以回去等我消息吗 小宝 别说了 我的命本来就是你捡回来的 就算失手 我也不会怨你 你一定要小心 我等你回来 我来不走 我来不走 你等你自己去滅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会是你们 时辰已到 马上就要尘埃落定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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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回来了 人呢 在外面 人呢 人呢 快拿 王爷 你谁啊 我是你的心肝宝贝 你 你怎么成这样了 谁把你给害了 反正没坏的事就对了 还不赶紧找个人来给我卸妆 对对 快去 找个最好的 是 去去去 爱丁宝已经进去了 咱们的计划 已经成功一半 真的 宝贝 你这是被毅容了 还是我被毁容了 你就不会不看的 怎么会这么松心 上官大夫 小丁宝 怎么是你 我来救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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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他 站住 是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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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晶的义容术真是厉害 哪像你随便张个胡子 就像瞒天过海 你怎么跑到皇宫里来 不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吗 我现在是御前第一带刀女侍卫 真的 站住 你终于达成自己的梦想啊 听清楚 御前第一带刀女侍卫 了不起啊 真没有想到 一进宫 你就获得这么高的职位 帝妹 真佩服你啊 我不是你们的帝妹 啊 我 蛋蛋 那个 你现在天天跟皇上在一起啊 现在宫中不太安宁 皇上受到威胁 需要人保护 蛋蛋 你怎么会觉得这种事情里了 对啊 对啊 这很危险啊 听我一句劝 赶快走吧 走不了呢 走不了 开玩笑 石娃告诉你吧 其实我们几个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前朝叱咤风云 风头一时无两的兵部侍郎 今天人正是在下 这成绩何时 公布无人不知给我莫大言 嗯 我主管尚公局梅荣 尚服局主管赵姿 尚游局主管水灵 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哎呀 不客气不客气 实不相瞒 二多年前 我们几个日从皇宫逃出去 没错 现在只要你愿意 我们马上带你走 嗯 对 对 我真的不能走 我走了 艾宁宝就完蛋了 啊 爹 燕儿 你这是 小宝 对不起小宝 对不起 他抓了我爹 逼我把你引到这儿来的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位是 他是八王爷 皇上的弟弟 八王爷 费了这么大的劲 抓我这个偷鸡摸狗的蜀辈 不至于吧 我听说 独孤则男想偷什么就偷什么 从没失过手 你想让我帮你偷东西 只要你帮我偷到我要的东西 我就放了你们 那你想要的 一定是个很贵重的东西 利用我儿子的伙伴 千里迢迢把我骗到这儿来 让我帮你偷一件 很贵重的东西 不会是皇上的玉玺吧 聪明 真聪明 独孤则男果然名不虚传 算我没看错人 没错 就是皇上的玉玺 八王爷 刚才我是开个玩笑 你不会当真了吧 什么当不当真的 我就是让你偷玉玺 怎么了 这可是抄家灭族之罪 抄家 抄谁的家 抄我的家 那好啊 那皇上也要死 我们全家死功功算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好 就算大了 我来不想了 那没想到 外界 那可能 大就是 我什么 不是 最选择 不是 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谁当皇上都无所谓 小宝 不 爹 大叔 大叔 使食物者为俊价 蝼蚁尚且偷生 难道我们就不要命了 八王爷 我们可以松绑了吗 且慢 为什么 我们都答应了 是这样 你武功太强了 先委屈一下吧 压下去 是 你 你的 你的卑鄙小人 什么 他也来了 他知道你来了长安嘛 所以就跟着来了 他来找我 你说呢 他怎么知道我在长安呢 只要他想知道 这便无所不知了 可是他不能来啊 大理寺已经 被发现就不得了了 他这次是豁出去了 连我们都这样劝他的 跟他说 宫廷里面呢 守卫森严 进去是九死一生 他就是不听 他一定要找你回去一家团聚 是他的原话吗 骗你是大冬瓜 他来找我 也是为了儿子吧 那你太不了解他了 爱丁宝 看待你比儿子 还众一百倍 你想想 一个男人 如果不爱自己的女人 怎么会真意 他所生的孩子呢 他平常怎么对待笛声 大家都有目共睹呢 再说 与爱丁宝现在的条件 给孩子找个娘 谈何容易啊 所以你要相信 他要找的不是别人 就是你 不信 你问他们 是 叫他没错 确实是这样 可是 都这么多天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他 那你有去大理寺找我吗 我天天都在大理寺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因为大理寺就是皇宫的家门 所以他 知道我一定会在那 看看 看看 不用我说了 但是 这么多天 我真的没有看到他 难道他被抓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们要小心啊 这边的守卫很森严的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皇宫 我们比你还熟 对对对 我三岁就进宫 我呢 就在宫里出生的 皇宫这么大 找个地方藏身 没有很难度 这样 丹丹 你知道东宫左门是什么地方吗 我没去过啊 那是宫里干活的地方 平时没什么人的 对对对对 我们在那边等候你的消息 好 那我速去速回 好 把胡子贴上 把胡子贴上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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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金 怎么又骗他呢 就是你 不就是想找一个机会 再撮合他们一次吗 相公有难 娘子设身相救 丹丹丹 这次一定会被感动的 老金 你怎么知道 爱公子有有难呢 都赶上桃花节了 还不是有难 现在就看看 史上第一女 不会怎么过五关 斩六将 崇多夫君 哎呀 别哭了 你看那小不点 都哭了好几天了 还真能哭 那怎么办呢 他自出生啊 就跟他爹在一起 从来没离开过他爹 这一下离开好几天了 孩子能习惯吗 哦 不哭了 不哭了 别着急啊 马上就到了 我叫爹 哎 儿子 你怎么知道 去哪里找他们啊 我先把你们送到客栈 然后去找青苔大臣 让他帮忙打听一下 哎呀 最好的丹丹 别跟那个帅哥结婚 你还有机会 娘 好娘 知道知道 缘分缘分 儿子 您得先找到老金 找到老金 就找到爱公子了 哦 对呀 要是能找到宝宝的话 医生就不用交给丹丹了 所以啊 杨大人 就拜托你了 那到底是先找丹丹呢 还是先找爱公子呢 谢谢老金 谢谢老金 叶儿 你是怎么了 从前的你 是多善啊 我觉得这小的 有千枝 我也看好他 好好待配 你让我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丹丹 我想回家 你家都没了 爹娘都死了 还回去干什么 跟着我们 我爹不会让你挨饿 会教你很多东西 还会跟我们玩游戏呢 对 那啊 叔叔领你们 玩游戏 看着 对吧 叶儿 你怎么了 八王爷知道 我们会全力协助他 所以让我来给你送吃的 他还挺通心搭理的 只要我能让他当上皇上 什么都好说 来 对不起 小宝 我知道 这次的事情 违背了你做人的原则 可是我真的放心不下我爹 我懂 话说回来 你爹对我也是有恩的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死 放心吧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让你爹重见天人 可是皇宫那么大 而且守卫又那么森严 我去过皇上的书房 也知道玉玺在哪 真的 什么时候 前段时间 有人装神弄鬼 跑到我们卧龙镇 兴风作浪 弄得人心惶惶 我明察暗访 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朝廷里的人 而且是个贪官 于是我就写了张字条 放在皇上的书房里 皇上就派人把他抓走了 我想现在 应该跟我一样 也被关在大牢里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那么爱自己的家乡 那里有我 和我爹娘的回忆 所以你不惜化身独孤则满 来保护他 也不全是 都是因为你 把我逮坏 养成偷窃的习惯 害得我一看到好东西 就忍不住想出手 能够成为天下第一神偷 你不高兴啊 你知道我不太喜欢 孤明钓鱼 匆匆一辈子 给自己的人生 留下一点荣誉 有什么不好的难 你想名留青史 我只想做你的女人 小宝 等这件事成了 咱们就自由了 我们就可以永永远远地在一起 偷个玉玺而已 包在我身上 来 吃一口 燕儿 我很久没有看见你笑了 事成之后 我天天都会笑 那就好 来 皇上 不妨考虑一下老奴的建议 那奴才先行告退了 参见皇上 兵神 谢皇上 顾丹丹呢 他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会不会喝醉了 在房间里休息啊 他房间我找过了 没有 会不会想儿子 回家呢 以我对丹丹的了解 他不是这样的人 就别诺惹 基因 优优独播剧场